8月底刚刚开通自己的Instagram账号的周杰伦又更新了 这次他晒出的是和爱妻昆凌的背影合影 除时秀了一把恩爱 粉丝健壮也感慨 你这秀恩爱技能真的厉害 据悉9月9日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 在台州开场 日前凌晨周董刚刚从美国飞回国 刚刚回国他就更新了Instagram 配文也是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 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据悉自从开通了Instagram账号以后 朱杰伦就被粉丝调侃活跃得像个高仿 恨不得一天更新好几条 有粉丝感慨 你十几年从不开私人社交账号的高冷 现在全没了 周董可以说是很放飞自我了 日前朱杰伦结束了连日的演唱会后 带着老婆昆凌前往纽约 一下飞机就被捕过 虽然有工作人员同行 一路上仍紧盯着老婆 随时转头查看老婆安全 显现日常出的小贴心 小两口并没有做太多伪装 走在搜狐去街头 买饮料 享受难得的两人世界 那年花开中 吴聘死了 大家纷纷要弃剧 吴聘在剧中对周莹的万般 宠爱与包容 让无数人对他露转粉 剧中大家期待的原房 网友也纷纷表示 太不走心了 这次合作的搭档是至今 一直都活跃在一线的娘娘孙丽 其实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2003年两人第一次合作了 玉观音 上演了一出警察爱上毒贩的悲情戏码 让无数人落泪 孙丽还奉献了初吻 以及第一次床戏 两人在安心酒醉后发生了关系 虽然喝醉了 但安心还是迷迷糊糊的 说了一句走开 还挣扎了一小会儿 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第二天清晨 醒来才发现一切都晚了 娘娘穿着内裤就下了床 开始在房间里徘徊 还打开门往外看了看 开始怀疑人生 心里问了无数个 我这是在哪 最后清醒过来 竟然甩了何润东一个内裤 是一个内裤